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事件 美联社撤回了一篇声称JD Vance没有与沙发发生性关系的事实查核报道 这篇报道最初的标题是 JD Vance没有与沙发发生性关系 但已于周四早上被撤回 页面显示页面不可用的错误信息 事实查核源于一些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玩笑贴文 这些贴文声称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他的书 《乡下人的碑歌》中写到与沙发发生性关系 然而,实际上Vance并未在书中提及这类行为 即便如此,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做过这件事 这是任何记者都无法真正知道的 事实上,这篇报道并未通过美联社的标准编辑流程 并且并未发送给其客户 美联社发言人Niko May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这一情况 总而言之,这次的争议提醒我们 新闻报道和事实查核应该谨慎措辞 避免肯定性地声称某事未曾发生 特别是当这些事件本质上是无法证实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曲折与幽默的政治事件中 美国联合通讯社AP撤回了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事实查核报道 这篇报道员标题为J.D. Vance没有与沙发发生性关系 如今在其网站上显示为页面无法使用的错误讯息 这篇事实查核的起因是一系列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玩笑贴文 这些贴文声称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 Vance 在他的书《乡下人的杯歌》中描述了与沙发发生性行为的故事 例如一条推文写道 在他那本令人厌恶的小说《乡下人的杯歌》中 J.D. Vance描述了用橡胶手套夹在沙发店之间进行性行为 共和党选择他成为距离总统一步之遥的副总统候选人 北卡罗莱纳州的选民这个美国家具之兜应该特别感到震惊 事实查核需要邓卿的是 《乡下人的杯歌》其实是一部回忆录而不是小说 另一个贴文更近一部 无法确定 但他可能是第一位在 《纽约时报》畅销书中承认将那番的乳胶手套 塞在两个沙发店之间进行性行为的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乡下人的杯歌》第179 181页 然而 事实是Vance并没有在 《乡下人的杯歌》中描述与客厅家具的性关系 Snopes网站也证实了这个病毒笑话的虚假性 AP的存档版本事实查核一指出 PDF版本的书中并没有这样的段落 尽管如此 从技术上来说 并无法证明Vance没有与沙发发生性关系 毕竟 这是任何记者无法真正知道的事 AP的发言人Nicole Mayer在发给 The Verge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这篇文章并没有通过我们的标准编辑过程 因此没有发送给我们的客户 我们正在调查这是如何发生的 事实上 新闻报道 尤其是事实查核报道 通常需要使用谨慎的措辞 在说某事肯定没有发生 与说没有证据支持某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我的猜测是 AP的标题是问题所在 因为它声称否定一件无法知晓的事情 若标题改成J.D.Vance没有在书中描述 与沙发发生性行为或许会更准确 仔细剖析 或者翻转沙发店 其实任何人都无法真正证明自己是否曾与沙发发生性行为 这起事件让人不禁思考现代媒体的挑战 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假新闻和误导性信息的时代 媒体机构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事实查核和报道 这不仅涉及到信息的准确性 同时也关乎到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玩笑贴文 虽然看似荒谬 但却能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讨论 甚至逼得大型媒体机构如AP 必须发出正式的邓清禾撤回报道 这不仅展示了网络笑话的力量 也凸显了现代媒体在面对虚假信息时的困境 此外 这个事件还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即现代政治人物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虚假信息 在这个数位时代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受害者 而这些谣言有时甚至可能对其职业生涯 和公共形象造成重大影响 J.D.Vance作为一个公共人物 虽然这些玩笑贴文对他的真实生活 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但却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舆论风波 这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 都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网络上的各种信息 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 总结来说 这起事件不仅是一个看似荒诞的笑话 更是对现代媒体和公共人物 如何应对虚假信息的一次重要考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保持信息的准确性和公信力 是每个媒体机构和公共人物 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的辩论主题是 美联社为了澄清JDVANS 并未与沙发发生性关系 而撤回了事实核查文章 我的立场很简单 这种事实核查的却有其必要性 社交媒体上的谣言 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 如果没有权威机构站出来澄清 谣言很可能会被当成真相 这样的行为 会对公众人物的形象产生严重影响 甚至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超过六成的美国成年人 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虚假信息 这进一步证明了事实核查的重要性 楚天书 你说的有道理 但这里有个极大的问题 美联社的行为实在是过于荒谬了 首先 这个谣言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性 谁会真的相信一个政治家 会在自传中描述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辩论和澄清 就像在讨论尼斯湖水怪 是否存在一样荒唐 美联社这种行为 只是在给这个荒谬的谣言增添话题性 反而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 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谢琪琪 你的观点的却有点道理 但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实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很多人不会花时间去思考一条信息的真伪 只会下意识地接受它 记得2016年的披萨门事件吗? 这个关于希拉里·克林顿 和一个华盛顿披萨店的荒谬阴谋论 竟然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甚至还有人拿着枪去那家披萨店 解救所谓的受害儿童 这种事件告诉我们 无论谣言多么荒唐 都有可能被一些人相信 所以美联社的澄清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责任所在 楚天书 你说的披萨门事件确实令人震惊 但这正是我们应该改变 信息传递方式的原因 美联社应该更多地关注 那些真正影响公共利益的重要新闻 而不是浪费时间和资源去澄清这种荒诞的谣言 让我引用一个历史典故 古罗马皇帝尼路在罗马大火后演奏小提琴 分散了公众对灾难现实的关注 美联社在这个事件中的行为就像尼路一样 演奏了一场无用的交响乐 而且这样的澄清反而会让原本可能沉寂的谣言 再次被炒作起来 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谢琪琪 你的比喻真是精彩 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美联社的澄清行为 有助于建立媒体的公信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假新闻和不识信息的时代 权威媒体的邓清和事实核查能够帮助公众辨别真假 这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信息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莱克星顿研究所的调查 超过七成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 对于辨别虚假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美联社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 也是必要的 楚天书 你说的公信力确实重要 但我要再次强调 美联社应该在更重要的议题上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而不是在这种无稽之谈上浪费资源 就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的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美联社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真正 能够改变世界的问题上 而不是在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摇旗呐喊 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媒体的价值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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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